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竟仓有千年前的惊天阴谋 而宙斯等众神竟打算提前开启人类清除计划 这最后的希望全在斗战佛的一念之间 就在刚刚雷神索尔发现 这三界以内的雷电对斗战圣佛完全无效 这愤怒之冲云霄 他手持暴风战俘 竟直接剔开两次领域的一条裂缝 而里面各种狂暴的雷电分子喷涌而出 只在瞬间便将斗战圣佛完全淹没其中 而随着索尔的一声大喝 这惊天的大爆炸席卷开来 这空中的索尔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雷电分子无恐不如 这天怒就是高悬在你头上的利剑 难道这斗战圣佛的命运真的如此吗 当然不是 等到烟消云散之后 众人惊讶的发现 这斗战佛还是安然无恙 而他的脚下竟凭空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圆圈 可也就是这个圆圈 竟将所有的雷电分子全部抵挡在外 你们没有看错 这就是金箍棒 画的那个圈 原来这金箍棒可是大有来历 乃是鸿蒙初开的混沌产物 由道家三清之一锻造而成 同样不受三界约束 而此时 场上的雷神素尔彻底的杀眼 这已经是他可以使用的最强一击了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此时的素尔是该有多么的绝望 可就在这时 场上的斗战圣佛突然说到 看你玩的那么开心 也终于轮到我了 就让你感受一下吕布的快乐 这话音刚落 斗战圣佛突然爆起 他手中的金箍棒 直出敌人面门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索尔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在这一瞬间 他面部表情都变得无比的猙獰 可这悲剧却早已注定 下一秒 雷神索尔身手两处 宙斯和奥丁等众神大惊失色 可这斗战圣佛 却只是淡淡的说了句 在我面前 你装什么野兽 这话音刚落 他直直的看向宙斯 不错 以西方主神的性格 这事绝对不算完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宙斯奥丁和太阳神阿波罗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将斗战圣佛团团围住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三大主神神格瞬间归威 力量也暴涨了百倍不止 而直到此刻 宙斯老头才彻底摊牌 原来这女武神竞技场 就是一场阴谋 原来从千年前开始 这东西方各有神明 但却存有分歧 直到百年前 东方神明即将进入沉睡期的时候 就已经料到西方主神必有动作 所以便提前安插了一枚卧底 而宙斯老头心思缜密 有所察觉 所以才演了一出大戏 只为引蛇出动 而这东方的卧底 正是女武神布伦·希尔德 此刻的宙斯已经决定 提前开启 清除计划 而斗战圣佛 就是最后一道障碍 而面对西方三大主神围攻 斗战圣佛竟丝毫不拘 只见他的身后色 突然又冒出两个脑袋 和四条手臂 这就是身外身三头六臂 而有三道声音 也从这三个方向同时响起 今天安劳孙就陪你们战个痛快